当我们谈到疾病的时候 也就谈到了身体各个不同的器官的损伤 所谓损伤 从外部的角度来讲 是损伤了身体 从内部的角度来讲 是身体受到损伤的部分 得不到新的材料来修补 本来呢 各位都知道身体是有个新陈代谢的 所谓新陈代谢呢 就是指受到损伤的 甚至死亡的细胞 会被新生长的细胞替代 假设新陈代谢是正常的 那么就可以身体受到损伤的部位 及时受到修补 就不用担心了 可是呢 如果呢 你的养分不充足 那么你的损伤就不能够得到及时的修补 我们来看看人体是有什么东西构成的 首先呢 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呢 就会讲到身体有各大系统 比如说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 免疫系统 血液循环系统 以及呢 这个排泄系统 这个包括呢 这个内分泌系统 身体的每一个不同的系统 其实呢 都是由身体的各个器官所组成的 每一个不同的器官之间相连接 才构成了一个系统 打个比方 消化系统是由哪些器官构成的 比如说 对 有口腔 然后呢 有食道 然后呢 有胃 然后呢 有肠道 然后呢 再有肝脏 有胆 来构成整个的消化链 甚至有一线的参与 好了 这些所有的器官呢 连接成一个系统 当我们说 这个人生病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说 哎 请问你生了什么病啊 他说我得了肺病 肺炎 肺炎是什么意思 肺炎就是指 人体的 呼吸系统 有一个器官 叫做肺 这个器官受到了损伤 那么 这个器官受到了什么损伤呢 一般来讲 往下讲 这个器官是由某些组织所构成的 所以肺炎的意思就是 肺部的粘膜组织 受到了损伤 产生炎症 这个是指组织 那么组织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呢 组织就是由人体的细胞所构成的 所以 来 我们把它回顾一下 人体细胞 彼此相连接 构成了身体某个组织 人体的组织 相连接 构成了身体某个器官 人体器官相连接 构成了身体某个系统 人体的系统相连接 构成了这个人 所以不管它生什么病 它一定是某个系统里面的 某个器官里面的 某个组织的某些细胞受到损伤 从这个角度去看疾病呢 就很容易理解 不管它生什么病 假设我们能够做到 令到细胞受到损伤的 能够得到更新 但受损的细胞得到更新的时候 那么 细胞连接的组织 就得到了修补 不管一个人生了什么疾病 实际上呢 真正对它造成影响 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人缺氧气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人的人量不足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人呢 他的血液形狂有问题 就是这个人的血液形狂的